欢迎订阅中让我们一起来看世界 大家好我是彭志宇 今天是2月29号 四年一次的润日 但是呢在今天很多少女来说 都是国际失恋日 完全就是一个正棒消息 因为就在今天大古祥平 宣布他结婚了 而且呢之前他才跟道习队 定下了十年之约 而现在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约定 也正式的告诉大家 他在社群媒体上告诉大家 他喜讯呢 他说我不只在道习队 展开了职业生涯的新篇章 而且还跟来自我祖国的日本人 展开新的生活 他想要让大家知道 他已经死会 已经结婚了 但这个消息一出 让周边的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的朋友 也都觉得哀声叹气 因为觉得也太可惜了吧 当然在社群媒体上 也是一片这种声音 但是其实以大古祥平来说 过去他对自己的私生活 都是相当保护 也都是保密到家的 唯一谈过他的结婚计划 是在他高三的时候 特地绘制了一个 人生蓝图 他希望在26岁的时候结婚 然后在28岁 他预计会有第一胎的儿子出生 31岁 女儿出生 然后到了33岁 他认为应该要有 二儿子出生 这当然是他高三的时候 一个非常美好的想象 但是现在他29岁了 终于准备要步入结婚礼堂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他其实对自己周边 还有自己身边的人事物 都保密到家 他说会在3月1号 受访来回应这样子的细节 但是他也拜托各家媒体说 如果今后未经许可的话 是不要访问双方家族 但是其实很多的媒体 还是送上了他们的祝福 他们也祝福大谷小民说 希望在今年 他可以获得两枚戒指 第一枚就是他可能 已经明天戴在手上 将会跟他见面的 结婚戒指 他说希望大谷在今年 将要获得两枚戒指当中的第一枚 而另外一枚是什么呢 就是冠军戒指了 美国职棒世界大赛 因为报警队被认为是夺冠大热门 所以外国媒体 其实也献上祝福 但是呢 其实以这个消息来说 如果来盘点过去 他的绯闻史来说 其实有女主播 有模特儿 但是后来都证实是空穴来风 到底这位幸运的女孩是谁 要等到明天才会迟动 MLB日记求新大谷祥平 抛出震撼弹 大谷祥平在IG上宣布 自己已经结婚 对象是一名日本女性 大谷在po文里表示 感谢大家的加油 并表示加入到齐队后 想要开始新生活 未来希望能与日本老婆两个人 加上爱犬一起努力 并希望媒体给两边的亲人 一点空间 大谷在去年底 曾在受访中 谈到老婆与小孩的话题 但是她的官方答案 总是没有女朋友 就连狗仔也从来没有成功 拍到她的绯闻照片 如今消息一出 大家都在猜 谁是大谷祥平的正牌老婆 过去成语大谷传输绯闻的 包含日本女主播还有女模 不过最后都证明只是传闻 根据大谷在高中时 绘制的人生蓝图 她希望二十六岁时结婚 二十八岁生子 三十一岁生女 三十三岁次子出生 现在二十九岁的大谷 若要达成当时的目标 需要赶一点进度 同样出生年首线的众议员 小泽一郎 第一时间说家乡住民都很开心 NLB官网记者说 在如此繁忙的时刻 这是个好消息 祝贺这位超级巨星结婚 大谷春讯首亮相 就打出两分炮 现在又闪电发表婚讯 为全球体坛投下一个震撼蛋 TVN新闻综合报道 所以不论是在球场 或是在琴场上 都是双双得意 而这样子双喜临门的消息 在明天将会有更多的细节 解释出 但是很多的日本股迷非常答应说 会不会会有大股效应呢 尤其以日本的一些过去的经验来说 只要名人结婚的话 哇股市绝对就是惨兮兮的 我们来看到了 是在2015年9月27号 当时福山雅治宣布喜讯的时候 隔一天就跌了714点 而且呢其实也跌破了万七大关 2015年的时候呢 8月23号 绝北珍稀也宣布了喜讯 隔天马上惨跌895点 而最让大家觉得非常惊讶 而且记忆有心的 就是2020年的10月1号 十元从美当时宣布喜讯的时候 很难得的东京交易所 竟然呢大当机停止交易 而且还有人称这个现象 叫做十元从美震撼 所以让大家开始联想说 是不是真的当中名人结婚 跟股市表现有一个联动性的关系 所以现在股民非常紧张 虽然说这个大股降频的股民 应该是非常开心 但是真正的股民来说 明天会不会因为大股震撼大跌吗 要不要其实赶快先把手上的股票出多 所以看起来大家还是有点怕怕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 其实现在你也可以看到 大股降频的好人员 因为很多人都献上祝福 不知体谈就连社群上网友也刷一排 世界女子集体失恋日 跟有人说先前有人逼婚 还能说大股降频都还没结婚 这下这个借口恐怕得想新的了 仔细看大股商品婚讯下涌入各国语言的祝贺 就连女星渡边直妹也亲自留言恭喜 众议员小泽一来 X则发文给予中心祝福 各界恭喜消息还登上大陆微博热搜 只是这回贴文中还提到 希望两人和宠物能同心协力互相扶持 其实不少人早就一测 大股平时练球这么忙 怎么有时间陪狗狗 不排除当时就有心上人 无论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失恋之余还是要喊累送祝福 地本宣传权周一峰 詹姆军 他报道 今天看世界我们要继续带来关心的 俄乌战争会不会有新的引爆点呢 但是其实在之前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整个国际上都非常担心 俄罗斯会不会使用核子武器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现在有最新的文件流出来 看看俄罗斯使用核子武器的门槛 其实以现在俄罗斯使用核武的标准来说 当然有非常多的一些条列式的标准 像是如果在今天谍方真的打进了俄罗斯的领土的话 就能使用核武 还有20%的战略弹道飞弹潜舰被毁 以及30%的核动力攻击潜舰也遭到了毁损 还有超过三艘的巡洋舰被毁 以及沿海指挥中心遇到袭击的话 就可以来考虑使用核武 如果你看到这个标准的话 你会发现说国际上很多人是也认为 其实这个门槛比俄罗斯级本身承认的还要低 但是在俄乌战事这件事情上 俄罗斯似乎把门槛拉得非常高 相当的克制 像是其实俄罗斯的外泄文件就说了 如果在今天战术核武的话 大致上会用在欧洲跟亚洲的战场上 而且战略核武的部分 因为射程比较远到达美国 其实也是会有相关的使用标准 但专家就讲了 其实以现在俄罗斯的使用核武的状况来说 对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非常克制 他把门槛拉得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很担心 美国跟英国这些国家会来干涉 整个俄乌战场上的一个态势 很担心冲突如果一旦升级的话 英国跟美国就会直接的来干预 还有我们刚提到说俄乌战争有没有可能有新的爆点 关键就是在这个区域了 涅斯特河沿岸 其实这要看到它的位置跟乌克兰 还有摩尔多瓦当中的这个小区块 其实这个地方本身是在1990年后 这个苏联解体之后 1991年摩尔多瓦自己独立 但是跟乌克兰中间有一个狭长的地带 这个地方叫做涅斯特河沿岸 在1992年的战后 在这边还有超过千名的俄罗斯军队驻留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在这个狭长的沿岸当中 其实很多人都是比较亲俄的 当然在国内的氛围 或者在这个自治区的氛围里头也都是如此 现在大家很担心说 会不会有所谓的俄乌战新热点 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比较亲俄的话 这时候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在当中 这个进行测斗 而且他的位置跟乌克兰其实是非常相近的 大家可以想象到 在当时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在乌东地区 俄罗斯就曾经用这样子的手法 来增进整个边境的冲突 最后上升到俄乌战争这样的态势 不过现在包括 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个涅斯特河沿岸当中的议员就说了 是要呼吁俄罗斯采取外交措施保护这个地区 还有这个我们说的摩尔多瓦这个地方 其实在当时也对这个区域发动经济战争 挡下一些关键的货物进口 让这个地方变成贫民窟 所以这当中其实在过去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冲突点 未来双方会持续的克制 还是有进一步的升温情况 就要靠时间来持续观察了 但是呢其实现在可遇见的冲突就是纳瓦尼 这个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身亡之后 当然在俄罗斯的境内有非常多讨论的声音 尤其在他的葬礼时候 很有可能会有大规模反普京的势力出现在街头上 尤其纳瓦尼的遗孀也答应说 如果真的有太多人上街头的话 会不会也导致这些人被逮捕呢 而纳瓦尼的遗孀现在也变成整个纳瓦尼的发言人 他表达了当然是对当权的不满 甚至也发表演出说痛批普京是一个血腥的怪兽 还说血恶终将倒下 这番的言论呢就在欧洲议会上引发了满堂财 在掌声中纳瓦尼一双尤利亚现身欧洲议会演讲 一次一句控诉普京暴行 这场演说尤利亚全程用英文 他强调要打倒普京不要再用制裁老招 因为普京根本不正常是个怪物 演说最后他许下宏愿说要完成丈夫的梦想 真正发言感动全场议员起立鼓掌两分钟 不过此时普京去参加一场追思会 对象当然不是纳瓦尼 而是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 纳瓦尼死后成为俄罗斯敏感词 不只上街悼念会被抓走 最怕礼拜五出席葬礼也会被盯上 纳瓦尼盟友透露一开始寻找办葬礼的教堂时 处处碰壁 周五葬礼能否顺利举行 全世界睁大眼睛看 越新古文 送客报道 中国大陆的两会预计在3月4号登场 接下来就是要来关心他们的经济了 尤其这个政经本来就是相关高度联动的 我们先来看到2023年 其实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来说 真的不是一个太好的一年 GDP虽然上升5.2% 人均GDP上升了5.4% 另外国民总收入也上升了5.6% 但是在过去大家都很担心说 中国大陆的经济表现在2023年 到底会不会达标 当然是勉强过关了 但对很多的省份来说 还是有相当多的挑战 最终的消费支出拉动了GDP成长4.3% 但接下来2024的目标又是如何呢 我们就要来看到李强了 李强其实被问到说 这个2024的经济成长目标 有没有机会超过5个百分点呢 其实他是用天气来给大家一个形容 他说其实你在雨天当中赶路的话 如果你朝着地面上看 你看到是满地的泥泥 但是你往前看 你可以看到是雨后的彩虹 听起来是蛮有信心的 但是现实的挑战其实也不少 包括现在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业 是持续的下滑 再加上内需放缓大家信心不足 所以通货紧缩的状况之下呢 都让很多外界的预测人士认为说 中国大陆在今年的经济表现 恐怕并没有这么理想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官方 美女人民日报也就说了 如果你跟去年的GDP 实际增速来比较的话 有13个省份是上调的 但是5个省份持平 但是没有说的是 13个省份是一个下调状况 所以如果在今天全球的经济状况 都没有太好 而且整个环境都还是非常挑战的状况之下 中国大陆经济有办法撑过这个挑战吗 中国工商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严谨就说了 房地产的困境呢 在持续的上升当中 但是这时候内需变得非常重要 他是这样说 内需必须成为出路 但是呢 现在整个在中国大陆的消费者信心是下滑的 零售盒也下滑 所以连带讨论到的是 此时需求非常疲软 所以说这时候如何对症下药 次居内需 次期消费 就变着至关重要 所以当然在两会上 或是未来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政策上 有没有可能会有新的调整 当然也还需要时间来进行观察 但是在两岸情势上 的确是相当紧绷 尤其新任的赖总统还没上任之前 其实现在两岸的局势可以说是非常紧张 包括是外交 包括是国防 包括是经济都有可能有更多紧缩的空间 由于在228这一天 包括共鸡共戒 也包围了台海四面 英语低云笼罩恶劣天后 中共东部战区海军舰载机依旧升空操练 影片特别选在228这一天公布 文攻武嚇大秀军事肌肉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势力挑衅的景色反制 国防部公布228空域行资 一共争获19架共机 12架逾越越台海中线 其中西部空域14架 距离基隆最近约43里 北部防空识别区外一架 南部空域两架 外加无人机一架 穿越到东部空域 辅战机两架次距离俄鸾比 最近45里 外加7艘弓箭 共军机舰抢占台海四面空域 形成包围态势 国军严密监控应处 就是展现对台湾的这个包围的态势 其实兵力还是比较薄弱的 虽然说看起来总量很多 可是分散在四个战略方向就很薄弱了 那么他这次增加到七艘 就刻意展现必要的时候 他可能可以封锁台湾海峡南北侧 专家分析可能是和大陆渔船 反复两死争议有关 中共对台武贺禁逼 国造潜舰海昆号 进入驳港测试最后阶段 看似国防安全有重大突破 却被潜舰专家质疑 不少装备没就定位 专家游行是为了政治里程碑 才抢在520前完成测试下水 海军回应一切都依安全品质控管 完成造检任务 如果有人问说 今年最重要的选举 应该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川普有没有可能重回白宫 当然除了要通过初选 还有最终的选举之外 还要看他能不能扫除 他眼前的司法障碍 尤其我们来看到CNN报道说 其实现在伊利诺州 是禁止川普参加 3月19号的州内总统出选 主要就是因为援引了 前宪法第14条修正案 叛乱分子禁令 所以说以这样的态势来说 加上伊洛诺州 再还有之前的科罗拉多州 以及明州 这已经是第三个州 将川普剃出了 这个总统州内的初选名单之一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以现在川普来说 他当然的司法障碍也不少 还有就是要看到的 美国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在2023年的8月份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川普 涉嫌推翻2020的大选结果 所以指控他四项罪行 包括是川普欺骗美国 川普妨碍权力 川普阻碍反方程序 以及阻碍及企图 妨碍官方程序的四项的 这个大项的罪名 原本在3月4号就要审理 但是这时候川普的阵营呢 提出了一个方式 川普阵营呢就提出了上诉说 其实会这样做 应该是要享有总统豁免权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说必须要总统豁免权 才可以让总统在不受威胁的状况之下去 做对的事情 这是他的理由 但是呢其实现在这个美国的最高反应认为说 好的确是可以 所以说认为说在4月22号 就要开始进行口头辩论的开庭 所以大家认为说 这是一个战时性的胜利 但是真的有办法让川普逃过司法制裁吗 其实现在外界在解读说 这是一个拖延战略 第一个这个拖延策略推出来 其实如果在判决前就就任总统的话 就可以命令司法部来撤销此案 而且他也很担心说 如果在选前出现了真的司法判决的话 其实对他的选情 也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危害 或许有半数以上的美国人 对川普还有一个司法的不信任 但是对现任总统拜登来说 对他可能就是一个健康上的疑虑了 尤其他年事以后已经来到了81岁 我们要来看他最新的渐检结果 是不是可以证明他的健康无碍呢 尤其在过去 他常常会有些走路跌倒啦 或者是讲错话的情况 现在渐检结果出炉了 虽然说发现他有脊椎磨损 导致一些不太僵硬的情况 但在神经系统检查方面 是没有发现帕金森是症中风 还有多发性硬化症的这些征兆 所以说是并没有见得担忧 也不会担心这个日常的办公 反倒拜登对这样的健康结果 觉得非常开心 说自己太过年轻 美国史上年纪最大的在任总统拜登 进行年度健康检查身体还行吗 拜登对自己的健康看似很满意 负责健检的医疗团队声明指出 81岁的拜登因为脊椎磨损 导致步态有些僵硬 但是关键的神经检查 并没有发现中风或是帕金森是症 总结来说没有新的担忧 仍适合履行总统职务 只是拜登出现时空错乱 失言不断的状况越来越频繁 美国舆论还是担心 拜登就算连任成功 可能也撑不完下个四年任期 而今年美国总统大选 可能又是81岁的拜登大战 77岁的前总统川普 起码跟四年前一样 但是两人都老了四岁 不过政坛有人选择扶老 现年82岁的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 麦康奈宣布年底隐退 结束破纪录的17年任期 全场后备起立鼓掌 过去麦康奈平平在公开场合恍神荡击 健康状况引发疑虑 拜登也只比麦康奈小一岁 不仅不退还要再占四年 在泰国推动了大麻合法化之后 很多人都专程到泰国西上两口 但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 这在台湾是不合法的 而且有任何食用毒品的状况 都要拨打毒品防治咨询专线 但是其实以现在泰国来说 他们的政策也发现说 大麻开放之后造成了非常多的乱象 所以现在政策急转弯 要来进行调整 像是泰国的卫生部长就说了 在今年年底之前就要禁用了 娱乐用大麻 但是如果今天是要使用在医疗目的上的 还是可以允许 尤其像是这种娱乐的用途 如果没有法律规范的话 就很容易被滥用 对孩童会造成影响 不过时间我们往前推动一下 来看一下的话 其实在2022年的6月 其实泰国就针对大麻全面性的合法化 当时震撼亚洲 因为这是亚洲的第一个案例 预计在2025年的产值就会上看了12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372.8亿这样子的状况 尤其在当地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周边行业也跟着兴起 像是水疗中心啦餐厅啦 捷径活动等等 即都跟大麻沾上边似乎就会起飞 尤其相关的大麻种植行业也上升得非常快 预计在2022年的时候 当时的种植面积就多达了1200万平方公尺 而现在整个政策急转弯的状况之下 似乎跟最上面的这个泰国总理的意见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刚上任的时候就认为说大麻 绝对是一个大问题大麻烦 他当时就频频的忽略禁止使用娱乐性大麻 还说药物滥用绝对是泰国的一大问题 而现在呢在年底之前 泰国就有可能禁用娱乐性的大麻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当然还是医学资讯 前几天我们才跟大家报道说 台湾出现了本土第一宗的麻疹群聚案例 但其实在欧美国家状况真的非常严重 像在英国呢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已经累积了600例的麻疹 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 还是因为在16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 在施打疫苗的状况并没有太过理想 这个疫苗的扩及率不太够的关系 所以导致了疫情快速的蔓延 还有美国现在也出现了灾情 甚至这个麻疹的疫情也蔓延到了社区里头 校园外的家长们忧心忡忡 他们才刚得知 目前这所学校已经有7人感染了麻疹 美国佛州爆发麻疹疫情 主要集中在韦斯顿海牛湾小学 而且已经扩散到社区 目前共计10例 其中7例为5到14岁孩童 还有两例年龄不到4岁 麻疹出其症状与感冒类似 包括发烧咳嗽和流鼻水 有些人会出现结膜炎 发烧三到四天后口腔内出现斑点 也有人会出现皮肤红疹 严重者会并发中耳炎肺炎或脑炎 麻疹病毒传播性强 确诊者咳嗽或打喷嚏时 透过飞沫传播 病毒可在空气中停留长达两个小时 可预防麻疹三线炎的mmr疫苗 通常第一剂是在出生12到15个月间施打 保护力达93% 美国规定第二剂必须满四岁才能接种 两剂打完保护力达97% 但根据美国疾病防治及预防中心CDC统计 美国只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孩童 在两岁以前打完第一剂 低于联邦政府目标的百分之九十五 这是佛州卫生局局局长拉达波 给家长的一封信引发重怒 他表示通常会建议美打疫苗者 如有一律可待在家中 但要不要送孩子到校 最后还是家长自行决定 佛州卫生局局长拉达波 过去曾在新冠疫情期间 质疑过疫苗有效性 而他这回主张孩子就算 没打过麻疹疫苗也可到校 与美国CDC防疫规范相矛盾 CDC警告没打过疫苗者 与病患接触后的感染率高达百分之九十 麻疹也正在欧洲地区逐渐升温 英国更是疫情集中地 从去年十月至今病例达五百八十一例 光是过去四个星期就新增一百六十九例 十一个月大的男宝宝奥斯卡 最近被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医 高烧体温到三十九点九度 宝宝立刻被送往伯明罕儿童医院的隔离病房 最后判定他是感染麻疹 鬼门关前走一遭 男医母亲表示 等奥斯卡一满周岁 就会带去打第一剂麻疹疫苗 英国已经将麻疹疫情 列为全国性事件 根据英国国民保健署统计 全国有超过三百四十万的十六岁以下儿童 只有打过第一剂 或是根本没接种过麻疹疫苗 现在努力实现疫苗战普及化 伦敦还特别在哈克尼区 提供不含动物成分的麻疹疫苗 此外美国也正出现诺罗病毒肆虐 根据CDC统计 目前东北部九个州都有上升趋势 纽约州科盖德大学近期有十五名学生 出现诺罗症状 目前已有两人验出阳性 另外还有五十四例正在调查中 感染诺罗病毒者不分年龄 估计美国每年约有两千万例 通常在人们群聚用餐期间传播 因为目前没有特定治疗方式 医师呼吁感染诺罗后 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 医师表示 诺罗是一种像流感一样的季节性病毒 主要透过接触被污染物体 或者飞沫传播 维持时间可达24到72小时 呼吁民众勤洗手 人质对抗病毒的不二法门 TVS新闻综合报导 最近消息我们要提供给大家 就是中国大陆位在四川发射中心 表定在今天晚上九点钟左右 就要利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发射了高分15号卫星 预计升空的路径将会直接飞越台湾上空 就是我们为您掌握到的最近消息 再来我们来看到南韩 南韩现在有医疗大危机 尤其现在南韩针对这些罢工辞职的医生 下达了最后通牒 最后的时间实现就在明天 但是算下来在今天 还是只有不到300名的医生返回工作岗位 而南韩现在怎么做呢 紧急调派了军医 就是希望可以补上这些医疗漏洞 南韩前电竞选手柳继红 传出碰上车祸 又正逢住院医师罢工潮 足足等了8小时才被送进手术室 之后官方IG表示 柳继红正在恢复中感谢大家关心 但医师再不回国 更多病患性命堪忧 有人痛骂这些医师比黑帮更糟糕 代班的医师也快筋疲力尽 南韩政府下达最后通牒 罢工医师3月1号再不回来 就会遭起诉和吊销执照 但警告似乎作用不大 只有不到300人回岗位 南韩紧急起动医疗计划 从3月1号起 派出150位社区医师 和20位军医 到各地医院应急人力荒 另外当局也报警指控 5位大韩医师协会前任与现任干部 煽动大规模罢工 已经违反医疗法 从司法层面追究相关人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希腊也展开了大罢工行动 而且时间要往回推 要来看到一年前的这个希腊的事故 因为希腊在一年前 因为车站站长的人为书知 竟然导致了火车相撞 而且也造成了57个人死亡 但是一年过去了 到现在没有做出任何的惩处之外 当中也没有提出任何的改善计划 让工会的会员都觉得非常不满 瘫痪了希腊的海陆空 湘湾站点还有交通景点 希腊雅点街头爆炸声不断 民众自制汽油弹 不断朝着镇报警察飞去 换来警方拿催泪瓦斯反击 混乱中还可以看到 警方丢的催泪瓦斯罐在地上乱滚 这一天的雅点异常混乱 有人拿着红色的油漆 为警察的盾牌上色 还有女子用飞踢攻击远警 上万人手举她们在赚钱 我们付出生命的标语 走上雅点街头 要向希腊政府讨公道 原来就在去年3月1号 希腊发生两列火车的对撞意外 造成57个人罹难 只剩一年过去了 希腊政府还是没有 沉处对撞意外的相关人员 离难者家属们再也见不到 亲人哭断场 希腊总理却继续打太极 这次抗议还获得希腊运输 相关工会的力挺 现在希腊海陆空交通停摆 医院跟观光景点也关门谢客 列车对撞意外的事后处理 让希腊政府陷入执政危机 体会前送不到 而现在除了罢工违京之外 还有气候危机 尤其在美国德州 现在受到了大规模的野火侵袭 很多人形容这是另外一种的世界末日 甚至呢 这个野火蔓延的速度非常快 烧掉的面积也很大 换算下来 目前已经烧掉了大约是 北北基桃台湾这四个县市 加总的面积 橘色野火蔓延在美国德州的公路上 短短10秒钟就快要完全穿越到道路另一侧 德州从周一起遭到野火肆虐 目前已经烧毁三十四万公顷的土地 约莫是台湾北北基桃 全部加在一起的面积 失去房子的女孩哭得气不成声 因为野火扩散快速 每秒大约烧掉两个足球场 大面积的野火目前只有百分之三 受到控制 原因就是风向无法预测 火焰甚至威胁到德州郊区的核电厂 另外俄亥俄州与密西根州则出现龙卷风 这起龙卷风造成数千人断电 树木被连根拔起 电线杆倒塌以及房屋损坏 美国这两天天灾频传相当不平静 TVB新闻总和报导 而在香港则传出了两起重大的抢劫事件 第一件其实是钟表行被抢 有三名农面歹徒闯进里头 你可以看到拿着大狼头 而且一次就拿走了25支名表 这个损失高达了接近2500万台币 而现在香港警方已经锁定了 这三名嫌犯的国籍 还有另外一个抢案则是当街抢劫 香港男子刚坏完会 美国就被抢劫 损失了1455万台币 香港铜锣湾一间钟表行 二十八号下午 一名女子开门时 尾随在他后面的三名蒙面男子 一名将他暴力推出了门外 女子跌坐在人行道上 两名立刻冲入了表行 其中一人手持大锤 用力敲碎玻璃展示柜 其中一人手持黑色带子 一起伸手 拿走展示柜内的名表 得手后三人快速逃离 整个犯案过程不到一分钟 其中二人手持铁锤 三名刹人然后就进入 甫名道一间碉铺 就进行行劫 历时大概两分钟 警方在调查所得知 三名刹人在行劫之后 登上同一架的刹车 就会逃往鹅颈桥方向离去 铜锣湾这间钟表行 总共被抢走了25只名表 价值2480万台币 抢劫案发生期间 外头的人行到至少有7名路人 刑警钟表行其中一人还站在门口一会玩手机 但都没有人发现 有人正在打劫 港警接获报案后 前往调查和搜证 并掃取了玻璃上的指纹 初步判定是三名非华裔的男子涉案 而同一天 香港上水也发生了抢劫案 一名61岁持伤情症的男人 行经上水违行人隧道的时候 被两名男子襲击并抢去背囊 里面有360万港元 那笔钱是市主刚刚在银行 用英镑兑换而来 港警封所现场调查 发现了口罩等证物 至于遭抢的男子 脸部及胸口受伤 已经送往了香港北区医院治疗 TVB的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不说到香港大家都认为居大不易 但他们的房价过去呢 以全球的水准来看 也都是明显偏高的 但是香港房价从2022年开始 就不断地走下坡 跟2021年的高跌相比 其实已经跌了两成之多 所以现在刚复要出手就房市 撤销所有买房 卖房的交易税额 北京中央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到香港考察七天 听取港府官员汇报当前 香港经济情况 随着考察行程进入尾声 28号当天 香港财政司司长 就在立法会发布年度预算案 我们决定即日起 撤销所有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 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经济 和市场情况下 有关措施已无需要 撤销不合时宜的政策 就是即日起香港所有买房交易 不用再缴额外印花税 包括买家印花税 新房印花税等 通通不需要缴 2010年时 香港为了遏制过热房市 推出俗称的辣州 包括征收额外印花税 还有境外人士购房税款等 但从2019年的返送中开始 显现的移民潮 再加上新冠疫情种种因素 2022年起 香港房市走下坡 目前房价已经比2021年9月高点时 下跌超过两成 回到7年前水准 因此港府全面撤辣 旧房市 一套一千万港币的房子 先前买两房的港人或是非香港永久居民要多缴150万港币的各项印花税 现在全省下来 另一方面 香港金管局同步调整自用住宅盖款陈述上限 三千万港币以下的房子最多贷款七成 三千五百万港币以上最多可以贷款六成 又是免除税款 又是增加贷款陈述 港府这波旧房政策 有乐观地产生 预计最快下个月就能反映 交易量有机会增加约三成 香港学者则认为 政策只是让投资客再度入市 让房价回升 一般市民还是买不起 哪工都起的 现在的打工仔 就算你有用二万几元个月都工不起 有些老贵都这么厉害 他们要跟其他的竞争者一起去争市场上那些物业的存量 某个程度上来说 可能就会是 真的会是没有那么着手 对于质量的用家来说 港府这回的年度预算案振兴房市政策讨论度最热烈 另外端出的政策牛肉 包括减免港人的兴奉税上限为三千港币 减除企业所得税上限三千港币 为了增加观光吸引力增波10.9亿港币支持旅发局 每个月在维多利亚港办烟火表演 把钱洒在烟火上 但港人期待港府发放的现金消费券等已经明确 今年度不会再有 去年本港经济增长步伐比预期慢 我们正是落实一套全面的财政整合计划 考虑到经济的复苏力度上代加强 以及企业和市民的负担 这个计划是以折楼为重点 香港本年度的财政赤字 预计高达一千零一十六亿港币 较去年估算多出百分之八十六 在没钱之下只能截留 港府预测全年的经济增长 应该会落在百分之二点五到百分之三点五之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大家上班的时候会挑好看的衣服穿 还是丑的衣服穿呢 我还蛮好奇大家的一线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头告诉我 因为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当中 似乎流行特地把丑的衣服 带到上班的时候穿 而且也创造出一种新的流行 一位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就说了 他为了保暖采用洋葱式穿法 穿上班没有想到也惹怒了老板 老板竟然说这样穿也太恶心了吧 虽然说他把这件事情po上网 这个要寻求同情 很多人是抱持了反对意见 但有不少人认为说他说的是对的 一位大陆上班族他在红色制服下 穿了一条肤色加厚的打底裤 脚上套了一双有毛的平底鞋 被老板娘骂穿得恶心 另一位大陆民众也同样被老板骂穿得太随心 由于大陆今年冬天特别冷 不少人骑电动车上班 把男穿的全穿上了 没想到保暖上班穿搭还被老板约谈 讨论越来越热烈 于是上班穿搭比丑成为了热话题 大家纷纷po出自己的随性穿搭 一位网友笑称 有时候连自己的妈妈都皱眉 这位年轻人的母亲刚说完 一进电梯 果然立刻有人盯着她的鞋子看 类似的影片引发热议 吸引超过百万人按赞分享和留言 有人认为恶心穿搭 一个比一个能逼疯老板 也有人认为她彰显了年轻人 对上班的个性和态度 那就是我都活着来上班了 你还奢求什么别的 TVB新闻叶俊宏陈向如综合报道 不过接下来这个就不是奢求了 可是希望在手机上 有更多智慧型的功能 世界行动通讯大会上 在今年AI还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事 而且如何结合AI跟手机 也变成非常重要的亮点 号称是专为摄影而生的旗舰机 四颗五千万画素镜头 并导入AI计算的摄影技术 可以支援120倍的数位变焦 外形延续上一代 机背用大圆环围住镜头 披个背盖使用新技术 耐用度比上一代提升六倍 另一家陆厂OPPO不能输 推出Find X7 搭配联法科天机九千三 手机拼AI想拍网美照 不用再担心 路人好多 AI功能当道 当然咯 手机大厂也要跟AI擦上边 你可以看到现在能大陆的手机大厂 推出的AI功能 是把路人圈起来之后 紧接着没几分钟 他就会自动的来做消除 也可以来看现场的对比 韩系大厂三星推出的新机 则有即时翻译的AI功能 而荣耀推出的新机 则是搭载了70亿组参数的 大型语言模型 手机越来越聪明 让生活更加便利 多家手机大厂大售AI旗舰机 外界预期是要赶在预计 六月发表AI技术的苹果之前 抢下先机 TVB的新闻组合报道 手机行动通信越方便 但是对很多人的心理来说 却是越来越重的负担 今天的聊国记 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关心到 手机跟你的心理健康 我们将来看到 其实现在很多人对手机上映 因为随时都有讯息进来 随时都有最新的资讯 想要掌握 忍不住就要想要滑手机 还有看社群上面的最新消息 但现在有人反其道而行 而且未为主流 就是这个Mark Mote 现在这个hashtag非常的红 叫做生人模式 主要就是用生女自律生活当作名号 限制大家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 而且以这样子的hashtag 来说好了在TikTok上面的点阅数 也突破了7700万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透过生人自治的方式呢 来让大家可以更好控管自己使用手机 还有社群媒体的时间 而且呢很多的App也应运而生哦 像是这种封锁型的App就非常行 用科技来抵抗科技 用魔法来对抗魔法 像是这款App Freedom 就帮助使用者封锁一些很容易上瘾的App 还有网站 像是Facebook啦 Instagram甚至X 这都是最多人封锁的社群平台 尤其在疫情时间呢 下载量飙升增加了50% 尤其像是现在很多Z世代的人 都是用3C产品 还有这样的方式跟同才互动 如果今天可以进入到生人模式的话 就能对学业或是社交有益 意思呢就是大家可以更认真更严肃 而且更专注在你手头 目前正在做的这件事情上头 而且呢网络成瘾现在也认为说 跟所谓的毒品啊 或是跟其他的糖类成瘾 基本上可以画上等号 像是这种封锁型App的创办人就说了 生人模式是抵抗当今的速成满足的渴望 点醒大家今天每天都应该空出时间 做你现在当下就应该做的事情 不过当然现在人的生活 真的跟手机或是所谓的App 非常难以切割 还有现在绿色消费的当道情况呢 让电子的消费券成为险学 但是当中也要小心到盗用风险 每到旅展就是抢优惠的最佳时机 餐厅住宿或是泡汤按摩 民众用白花花的钞票 换得一张张的票券享受生活 过去曾有业者统计 台湾全年票券发行量突破千万张 纸本制作成本惊人 但在绿色经济当道的现在 纸本也面临着转型 有别于这个传统的票券 传统的票券有纸张的问题 有印刷油墨污染等的问题 但电子票券就没有这一部分的一个部分 再者电子票券可以提供厂商 充分掌握这个所谓的数量 可以减少耗损跟不必要的一个浪费 从纸本印刷再到运送 清点电子化能大幅节省实质上的成本 降低使用资源 尤其在过去 纸本票券市场不见 也不容易保存 更无法随身攜带 也就没办法临时使用 甚至因为使用期限的问题 造成各式各样的消费纠纷 第一个它没有期限 第二个它不用库存 第三个它的弹性使用非常的大 所以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再者我们当然希望能帮其他的企业 实现所谓的绿色减碳的目标 达到永续的推广 落实净零永续 也是就是说导入五指化柜台服务的部分 是一年对我们来说 也是可以省下很多的成本 那这样子可以有高效营运 另外手机的普及率 在台湾与世界上都是持续的攀升 在台湾手机购物这个部分 高达百分之六十到七十percent 但电子化的推动 也难以抵挡不孝分子的入侵 尤其过去不论是车票 或是演唱会 都曾经发生导用 大概五六年前 那时候全世界包括中国 都很流行 所谓的QR Code去做数位票吧 那时候造成网路上就一票多卖 我们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才延伸过来 那当时我们是用 从演唱会门票 延伸过来的技术来的 消费者扫描QR Code 过了几秒钟 机器却毫无反应 最后亮起红灯 但明明是同一张 却能轻松完成确认 差别就在于一张是截图转传 一张则是从App里打开 透过系统防卫机制辨别 杜绝盗用或是超卖的情形 解决电子票券最大的痛点 根据统计 目前最受欢迎的电子票券类型 第一名是便利超商 占百分之六十六 第二名则是量饭 占百分之四十七 而第三名则是餐饮素食 占百分之四十六 在台湾因为手机普及 推升周边服务 根据支策会 二零二零年下半年 行动支付消费者调查 可以看到 民众使用行动支付的比例 达到百分之六十点三 首度超越实体电子票证 因为现在的人就是 都是手机不离生 然后所以你就是用手机 然后订这个票 它就是存在手机里 你就是带着手机出门 就可以了 而有超过七成消费者表示 购买电子票券时 最在乎优惠和折扣额度 在未来电子票券当道的时代 优化APP和防卫 恐怕已经是基本功 如何透过服务或是优惠 提升消费者的粘着度 是下一步抢供的目标 TVB的新闻 谢谢谢谢单词 此时代报道 再来我们来看到 日本社会的一高跟一低 我们先来看到一高 什么高呢 叫做年事已高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银法族 进入到了整个社会里头 而且担任一些比较基础的经济性工作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包括日本经济新闻 它的调查发现说有39%的人 认为说应该要工作到70岁以上 这个数字已经创下了新高 还有为什么他们想要在这个职场上 待得更久更远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对自己的经济 对自己的荷包还是有非常多的担心的 有70成以上的人对生活资金这些经济面感到不安 过去可能会想要退休 是因为真的做不下去了健康因素 但是现在对于经济的考量 变成他们更主要的一个考量的因素 还有日本企业其实有30.8%的人希望 而且已经开始执行废除或是提高退休年龄 这个数字年增1.4%就是把很多的高龄族群 可以留在职场上越久越好 主要也是应对现在的人才短缺危机 而且受到高龄化还有少子化的影响 整个职场上的劳动人口都不足的 但是这些营法族群或是高龄族群 哪些公司或是哪些工作是最适合他们 而且也最做得得心应手的 第一个还是农业有超过了52% 另外在社区管理像是警卫的植物等等 来到了47% 房仲保险业35% 还有很多服务业当中的清洁业 也都是这些高龄族群的选择之一 来到了33% 而且在日本有将近七成的 超过半数的70多岁的男性 依旧是持续的在工作当中 这俨然也变成全球趋势之三 在日本走的比较前面 我们刚刚说还要在谈论道令国一低 是什么低呢 就是结婚人数新低 日本现在迈入了婚姻的冰河期 结婚的人数创下了90年来的新低点 我们先来看到日本的官方统计 在2023年结婚的对数50万不到 只有48万9281对 而且这换算下来已经是1933年以来 第一次低于50万对 而且大家在结婚的年龄来到了30岁 这个数字其实已经跟之前相比增加了5岁之多 主要是因为经济层面不好 就业不稳定收入下降 都让大家往后来选择结婚 或者是干脆不婚不生 而劳工组织就调查说了 像是女性育有下一代的全职工作者 来到了57% 兼职工作还有33% 如果在今天有配偶的话 缺职工作63.6% 兼职工作来到了34.1% 所以现在整个经济层面也影响到了 这个生育还有结婚层面 让日本的婚姻进入到了冰河期 但是在台湾其实有很大的族群是陆配 立法院的新会期呢 国民党立委就计划提案 要把陆籍的配偶 入籍的年限从6年缩短到4年 而第一时间民众党党团表态支持 但是也有很多的网友反弹 2016年6月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几成一团 当时为了陆配取得台湾身份证年限 蓝绿兜动员 最后因蓝营人数不敌绿营 年限维持原定6年 如今新会期 国民党团预计再度提案 柯文哲主席在参选总统的时候 就曾经具体的提出政策 也就是他认为 陆籍配偶的入籍年限 应该要缩短成 跟其他国籍的配偶一致 因为是柯文哲竞选政界 民众党团第一时间喊支持 脸书更发文 无论外配或陆配 都是台湾家人 应该放下歧视和对立 却反遭网友留言炮轰 更酸要确定有认同台湾 如果有国家安全的问题 不会是因为他的身份 而是因为他做的什么坏事 所以重点还是在于说 你认为国家安全有疑 不会因为这个人几年入籍 他就突然变坏人 坏人突然变好 也是一届优先来开第一枪 因为担心未来台湾的健保资源 那会大量的被 开了后门的陆配 他们来依亲的这些亲属 而排挤了台湾人 真正需要的社会福祉 質疑挤压台湾健保资源 绿营喊全力反制 中国大陆这边来医亲 它是有名额限制的 也就是说一年仅六十人 所以真的会挤压到医疗的量能吗 又或者是我们的医疗量能 在大陆的配偶没有松绑之前 就没有被挤压吗 蓝一认为不该一面排斥 而是思考改善 医疗体系更多协助 时隔八年国民党团要再提案 国会三党不过半 扮演关键少数的民众党也表支持 这回说法看来没有太多意外 TVVS的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